而根据了Keybo大数据关键引擎 从6月30号到9月27号所做的统计调查 陈伯伟母语直询事件 创下他个人将近三个月网络声量的最高峰 单日讨论数多达了72752笔 远远高过于第二名9051笔的 严宽恒宣布以义工身份加入罢免陈伯伟的活动 而声量第三高呢 是落在7月2号中选会宣布 陈伯伟罢免案成立有8400多笔 不过呢进一步来观察分析一下 网络的好感度 陈伯伟在这几次的高声量事件中 他的负面的声量几乎都是大于正面的声量 台语直询的事件呢 负面声量还高达有2510笔 这是近三个月来负面声量是最高的 而现在他是深陷的3Q风暴 台湾接近党立委陈伯伟 27号在立法院全程用台语直询国防部长邱国震 还痛批邱国震阿把 母女直询的事件呢 创下他个人将近三个月来 网络声量最高峰 但是声量刚刚看到都是负面的 来听听怎么说 这个声量并不表示说 他真的就怎么样了 我觉得我们 虽然我刚刚讲说看热闹或等等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荒谬 他的问重不专业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 这个匪夷所思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喜剧片 一个笑闹片 我完全是带着这种抒压的方式 在追踪他所有部分的影片 所以其实刚刚讲 其实陈伯伟的部分 他刚好这一次 其实明明现在接下来就刚刚讲 民进党其实现在对于军事预算 包括这次军事采购案其实是一个重点 我就现在杀出了陈伯伟 把陈伯伟的这些咨询对话里头 把好多的这个焦点都把它转移开来了 他最好就是专注完美 然后坚若磐石 所以他专注完美 就是他的完美其实是在于他的这种演技 他摆到咨询台上 你完全可以感受他的潜力俱穷 他不要去问邱国正了 他来问我我都可以回答他 因为外交国防委员会最好操作这种抗中保台议题 实际上这三个都是草包 他们对国防专业一窍不通 但是呢他每次在上面就问一些阿萨布鲁的东西 对是阿萨布鲁 那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刺激只是想找一个话题 那我必须说这三个里头最干脚的是王定宇 王定宇还比较会问一点 毕竟比较年纪比较大比较有经验 虽然他讲的那个正常人 内行人听到都觉得很好笑 但是可以唬一下外行人 可是林长佐跟陈伯伟这两个 是完全不懂军事 因为一个向流嘛当兵向流嘛 然后另外一个 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他们两个每一次在那边质询 越质询越突诚 那他为什么第二天要道歉 因为他发觉他犯了两个战略性的错误 第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是 你是忘记邱鲁正是民进党的 你现在正需要民进党大力协助你的时候 你去洗民进党国防部长的脸 你脑袋有问题嘛 所以他赶快承认错误 第二个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是什么 他太高调了 其实被罢免的应该要低调 结果你反而高调 你高调你看声量是出来的 负面声量你是新高啊